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说什么 我被刚刚那位躺平的弟弟吓到了 怎么说 我都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居然看得这么透彻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这个真的是我们现在身处社会中间的我们 真的是该检讨一下怎么把国家弄成这个样子 那年轻人没有任何一点的希望 买房也买不起 对不对 生活化 物价上涨 吃过饭也要在那边省来省去的 太可怜了 我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后来想一想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 好像他这样子也不能说他错 后面突然自己就躺了 然后还往自己的心脏上面刺了两刀 我真的是吓到了 对对对 既然人家都躺平了 但是他的躺也是因为这整个形式使然造成了躺平派 就好像现在年轻人觉得干我那么努力干嘛 那个那个那个反正也出不了头这样我干对躺平 他是属于政治上的躺平派 对而且 从怎么讲 这样看起来反而你不觉得现在的就是越来越年轻的人 他反而慢慢就是比就是 呃 就看了很透彻 他反而没有受到太多这种就是我们过去很在很在意的那种 那种就是那种台台独思想就是就是塑造出来的那些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的影响 反而反而现在摆在他们眼前他们比较会看得到那个现实 我觉得这个或许也不见得是是坏事啊 这个发这个发展总是好的吧 对不对至少就是慢慢有点 你还说这个叫什么传道桥头自然子吗 我觉得有一种这种感觉了 我觉得躺平派也是他已经认清事实的一种表现 哦应该是这样 对而且我相信哈就是他们提早接受这个现实 未来如果说这个时局有就是历经了一个大的变化之后 他们也会就会变成 那个最接受现实的嘛 他就是顺民嘛 就顺民嘛 最积极建设社会的嘛 他就是让自己更好就好了 对啊 就到时候这社会啊这个比较和平啊安稳安定的时候 他就就就会有比较好的成长发展啊 对啊这个或许也不是一件 至少不会乱嘛对不对 不是一件坏事嘛 对因为台湾这么四百多年的历史以来 每一次都是闹一闹 然后就被就被中央政府打打一打 教训一下然后又又再乖乖一阵子 不管是被清朝还是被日本其实都是一样啊 就是历史不断的重演啊 只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今天你会拿这个拿来做主题 我怀疑你是在引战哦 哈哈哈哈 我没有在引战呢 我觉得他他对我的很多批评跟质疑 你包括跟跟大陆同胞们的喊话 然后的一些言论 我觉得很有代表性你不觉得吗 很有代表对很有代表性耶 我我我我读他这个留言 我很多新闻我都不用讨论耶 都在里面的啊 他都帮你浓缩在里面 对啊 而且都是最近的 他们那些就是1450想要带的风向 都直接就写在里面 而且是最新的 所以他就是最新的对啊 就是那就是很多人会 会会就是有这一套论述啊 而且他他不是网军吧 我觉得不像啊 他就是真的是相信这一套的啊 嗯 嗯 不知道啦 但是他帮我整理了啦 他是不是网军还don't care 但他帮我整理了好不好啊 谢谢啊 这就是姑且就当做是义勇军啊 因为他开头直接就给你贴了标签嘛 对不对 五三桂是不是啊 他直接就就帮你就是给你框了一个立场嘛 对不对 当然就这单向后面就是单向输出嘛 嗯对啊 没关系啊 我现在不也单向输出 哈哈哈 目的是帮帮你妖魔化嘛 这个太危险了 对啊对啊 然后你反正你讲过嘛 这边就是battle场 大家就来battle一下吧 对啊 但是我也回应他嘛 我很认真的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这些点都很有 就很有代表性嘛 那我就帮 等于是帮我整理我一次回应啊 ok啊啊 对啊 那他还那他还真的是运气很好 不然还让你这个大炮打小鸟啊 没关系啊 我是等于是借着他的这个文章 把一些观念也也讲出来了啊 对啊对啊 像那个哈 像台湾我们现在就是两岸就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嘛 那这个问题必定就要回到历史上去解决 所以我觉得之后他们只要常常用这种 这种就是卫史或者是这种歪曲的来洗风向 就基本上就是要再把这个这个风向要再拉回去 嗯嗯 对吧 嗯嗯 像只有中国哈 这个各朝各代的这种心替 这个 就是 更迭哈 他 他其实就是有他的天韵 天韵在啦 嗯 对我们其实 都看得出来天韵 是什么 都感觉得出来 嗯 对不对 那我们都看得到这种这个必然性嘛 对不对 嗯 对啊 那既然现在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其实也可以感感受得出来 他们其实就是很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然后有点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那开始弄一些那种很夸张的一些做法 就像什么人家不是讲嘛 麦卡锡主义在台湾复辟嘛 对不对 最近就很明显的感觉啊 之前不是那个谁 呃 这个其实有几个供敌 还有抓到几个不重要 嗯 他这个目的反而就是铺梗 就是就是像之前讲 他就一路铺这个东西铺过来 嗯 就是要要妖魔化特定的族群 到最后 让这个社会动乱了之后 他就方便可以去搞一些族群的清洗 嗯 然后还好稳固他们自己的这个政权嘛 是 我觉得 我还是要重申台湾台湾的百姓是很务实的 嗯 其实他们都知道 搞这个东西没有用 嗯 对 而且你说真的 你能给出多少利益去煽动他们去弄这个事情 嗯 去搞事情 你觉得现在台湾百姓务实了是吧 一直都很务实啊 真的 对不对 当当年那个 就是那些 不愿意归顺日本的人都被杀光了 所以留下来的都是顺民嘛 对不对 那49年之后被打到来 被逃到台湾来的人 对不对 那只能固守这个地方 那其实也是也是很顺从国民政府啊 嗯 对不对 嗯 这几代的都是顺民 嗯 那那你觉得 你之后他们现在要这样子搞 你觉得搞得起来吗 嗯 更不要说你要说什么啊 曹信成说什么要掏钱 掏钱来做什么国防还是什么 我是很想算他啦 他讲了一堆这种 什么曹信成的理念啊 说什么协防国军要搞一个民兵 他掏了多少钱出来 嘿对 好像好像最后31也没掏 是不是 你不觉得台湾人其实很信一套 就是上面的人或者是有 就是有头有脸的人讲了一些话 嗯 哦 有一点气势这种架势摆出来 嗯 好像就 当做他做了 他已经做出来 对 对 他其实什么都没有做 对 那请问一下 出一张嘴 出一张嘴 我们的民房在哪里 看到那个什么黑熊学院 那个看起来 那看起来是什么 那就是让一些人去在里面片炮用的而已啊 不是说他参加的女学院比男学院多吗 真的假的 那所以那所以接下来的 黑熊学院参加的女生比男生多 啊对啊 就是你你不觉得这个就是 这就是骗炮的吗 跟那个之前那个什么大档花一样啊 你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黑熊学院你怎么知道里面女生 哎呀你自己去搜一下那个新闻 之前就有写了啊 那而且我要看他那个放那个什么 黑熊学院的那个 那个那个icon有没有 嗯 他那个熊也不是黑色也不是黑熊啊 绿色是不是绿熊 就是看起来像棕色的 我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炸击吧 这也不是黑熊啊 好好好 但是就是 哦 黑熊学院的女生比男生多 干 对啊 捷克你可以去参加一下 对我都心动了 可恶 那个就是那个去里面办家家一样 说不定还可以骗到一些什么 不要骗 不要骗了 我们我们要遵守这个社会道德的那个 我没有骗我没有骗 我靠实力的好不好 不骗啊 好 我相信我相信 好 哇 黑熊学院 赶快啊 好来 对啊 明天爆民宿激增 哈哈 哈哈 而且你 他这个搞这个东西 说什么 呃 呃就是什么 国军打在前面嘛 第一线作战嘛 那后面的民防什么交给他们嘛 然后很多很多的人民就 就是 就让他们感觉是说 哎我可以不用 这个第一线参加国军在前面就是送死 但是我可以在后面搞一些这种 这个这个搞这个帮忙的事情 这不就是一种逃避心态吗 哎对对 那你觉得那你觉得有这种逃避心态到时候 这到时候真的打仗他们会去哪里 就躲在后面帮忙帮忙救上 哈哈哈 有庇佑 帮忙不见得啦 嗯 帮忙不见得 躲后面是一定的啦 是是是是 对啊 你看那个最近 那个乌克兰打到后面 那个真兵都不要争了 不要施几轮了 嗯 然后争到那个人家 人家那个 残障 双眼 双眼 就是失明的人都收到真兵蛋 哦 然后当街去拉那个 呃就是 那个年轻人拉撞 嗯 嗯嗯嗯 已经有很多视频都出来啦 其实都都看得到啊 就是我们要走到那一步 嗯 嗯 对不对 对 那所以台湾人民是不是误实的 哈哈 嘿嘿嘿 对啊你看你看 黑熊学院也很也很务实啊 他他组这个黑熊学院 那么踊跃的报名 对不对 这么踊跃的去报名 我去参加黑熊学院 而我不愿意去点开 国军招募网站进去里面去报名 自愿意真的自愿意 哎自愿意他可以给你多少钱啊 他现在是不是那个薪资都还都还都还要拉高吗 对对 我不去报名自愿意 不去当兵 我去参加黑熊学院 我不去报名一个他包我吃住 他给我任何的优惠解免 然后还让我有有千零 嗯然后还可以报效国家 是我不去我不愿意去报名这种东西 然后我还要花钱去参加去报名那个什么 那个黑熊学院黑熊联谊会 这个是什么矛盾的逻辑啊 你相信这群人会会会上场送死吗 你相信这群人就算打仗来的时候在社会 会是一个稳定的维安的力量吗 我觉得黑熊学院收钱也很合理啊 我去参加婚友也要收钱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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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反穿黑啊 没有不是啊我的意思就是 哦好啦但是那就是说啊 就讲认真的啊 如果你真的想要保卫家园 你就去当兵嘛 你怎么会去参加黑熊学院 那黑熊学院干嘛 莫名其妙啊 哦对不对啊 对啊所以在那些新闻 就是那个没新闻下面都会有一事五零嘛 所以说什么啊那个什么 你们再看看再不怎么样啊 我们就要被什么了 被怎么样被怎么样了 我就直接就把那个 招募网站贴在下面 哦哦哦哦 一个字都不敢回 哈哈哈哈哈哈 三脚猫的伎俩 我相信14501 14501也没有那么多 就是那闲时间去跟你在那边嘴啊 我们就是玩消遣而已啊 可是你就是很妥妥就看得出来这种心态嘛 是是很烂啊 是是没错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而且而且 嗯 对啊你要讲 你要讲 没有我的谢谢 谢谢你给我那么那么宝贵的资讯 我现在心里好欢喜啊 你赶快去报名一下 然后跟我讲这里面的那个待遇如何 就是你有没有就是这个认识 哪一些这个正妹还是什么 听说里面正妹很多 干真的假的 哇靠 而且那个而且而且我觉得很很妙啊 这样像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财经还是什么的不是就 就常常就贴文说 啊我今天又受了一个什么手枪的训练啊 又去做了一个什么训练啊 那个你要骗流量你知道吗 就啊我做这些东西 知道知道知道 因为很多那个真的是 真的是就是在体制内或是懂军事的那些 就是有一些他都是很批评这样子的 很批评他这样的行为啦 是是是 对啊就讲这种东西 那个就是 你接受这些训练 那你去这个有点像又像是 就是怎么讲 他又不扎实 他有一个没有一个连续性 然后他教的东西又不完整 然后你请来是谁教也不知道 哼哼哼 对啊这个真的到这个对你 你你真的就是到时候真的是在战场上 对你来说你也没有用处 而且你不是军人啊 你懂吗 你如果是一个平民百姓 如果是在战场上面 你拿了武器 你觉得正规军会把你当做什么东西 哼哼 就是你不是敌方的正规军 正规的军人吗 那你是什么你是叛乱团体吗 你是恐怖分子吗还是什么 你会换来的东西是什么 嗯 你只会被你只会被嘟嘟嘟嘟嘟 对啊就是你你你你这样你你就是 你拿你上了战场拿着枪 你就是敌人的吗 不就是这样很正常吗 对而且他又连正规军都算不上 那他他他就是就是根本就不是战斗人员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就在解放军 对啊在解放军 对方直接就可以把你当做是这个叫做什么 叛乱组织啊还是什么还是还是恐怖分子 直接就帮你解决掉了 谁都可以解决你 是是对不对 没错 嗯对啊 好吧 然后那个 而且前面那位梗王啊 其实有讲到一个我还我还蛮有感的 嗯因为之前好像 呃 我看一下他这个来源是什么 什么东西 就是毛泽东他在论十大关系 这我引用啦 论十大关系上面 里面有讲过一个东西就是 他提到一个就是说 就是讲他的制度啦 嗯 他是他认为他们和就是 中国和苏联不同 然后有意识的留下民主党派 嗯 啊 目的可能就要让他们长期共存 可以互相监督嘛 嗯 嗯 OK 然后他最后最后讲了 他认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 嗯 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会在历史上消灭 嗯 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 是 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 嗯 对 然后他说消灭就是这么的不舒服吗 我看很舒服 对 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 哪一天不要了 我看实在好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他们消灭的早一点 这个道理 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哦 对不对 当然啦 可能有一些反贼还是怎么会拿这个 就是说你共产党是天灭中共啦 什么东西 但是我前面不是讲吗 他 各个朝代的一个更迭什么的 他那个国运的演变 其实他是有一个规律性的 是 是 其实简单就是说 他真的要变啦 也轮不到你说话啦 讲那么多你想要他倒 那你让他倒啊 你有能力让他倒吗 现在看起来就不是嘛 嗯 他有他的规律在 我们人 等一下不是说什么 那个人要看天吃饭 对不对 嗯 对不对 我们要到着这个气候去生活 这一样嘛 我们不管是在大气候 小气候里面去生活 你能管到多少事情 你的生活现在过得好吗 你生活的不好 那你就要想办法去 去调整去适应这个环境 是 是 对吧 那我们看到有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去追求它 一样的道理啊 现在趋势往这边动 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历史的巨轮一起 一起 一起动 对不对 对 很多人很喜欢拿着一个就是 不管也不管那个东西到底发霉了没 嗯 他就硬是要把这个东西 这哪怕是这个花生 他都已经发霉了 里面已经涨满霉菌了 他还要握在手上说 我这个才是正确的 嗯 有这个必要吗 嗯 你觉得 你觉得 你 你生活 你看啊 不要这样讲好 不要说政府改变了 你很多人 对不对 都旅外旅居国外 你不管是到哪个国家 你在那国家里面 你不是都生活得好好的吗 对吧 你会拿你的那一套到别的国家去说 不行不行 我本国原本的东西最好 然后去跟当地政府对抗 会吗 不会啊 对啊 你看全球的人 入境水俗 全球的人口 这么多还在持续的增长 对不对 你除非是有打仗的地方 那有战争 你遇到战争 遇到这个劫难难免 那就你的人口 你会死 但是你如果是在和平的状态之下 你 你会去 怎么 你会去 去很执着 就是说啊 去就是拿着你这种 这种意识形态 然后拿来当做一个 一个尺 然后去量别人到底对 还不对吗 不会 那一样的道理啊 那我就 我就不懂 我就不懂 你 你到底有什么 自信啊 就是认为你自己 这个所信仰的这个东西 有绝对的正确性 对没错 而且而且现在 现在有实力看起来好像 至少美是民主 是有一些问题的吗 我们的确要正视这个问题吗 我们台湾 应该是说 对 所有的制度 所有的政体 他都有问题 是 但是他能不能 就是在 他统治的那个时间当下 有好的 好的表现 对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是 就看绩效嘛 我们就在公司里面工作 我们就看你的绩效 你这个方法 比如说 你给公司分配你任务 你用这个方法 OK 用这个方法 就是 目前这个市场 我可以 这个 有任有余 我可以把这个市场 顾得很好 那就代表你现在的方法是对的 可是你没有绝对啊 对不对 那我就不懂 为什么我就一定要 要把 把这个 当做是一个绝对优越性 你不觉得他们这种 这种表现就像是性的邪教一样吗 这就是一个邪教 邪教图的表现 你不觉得吗 对 对啊 更不要说 民主这个词 最早是从哪边出来的 苏联是不是 你要最早 最早拿来用的 对啊 那他们整天夸民主好 那是不是再夸苏联这个制度好 也不是耶 说他们这个又太专制还是怎么样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误区 说什么 中共信什么马列主义 他们早就没有在信马列主义 是 没错 很多很多就是一知半解 就出来在那边霍霍 我就搞不懂 对啊 所以啊 两岸 两岸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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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 就是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要回到历史上去解决 嗯 好 然后 对 所以 对就是就是 好 我不要耽误人家时间了 好好好 谢谢你哦 钱佳奈 OK可以 谢谢杰克 好谢谢你的分享 拜拜 好来 下一位哦 rooftop tio Valentine 22